大陸福建海事局八月二十四到二十五號 連續呢 在軍事的實彈演習 他也發佈了這個航行的警告等等的 然後獨派團體就開始炒作說 哎呀 這是針對八二三 這是針對臺灣而來的啦 然後呢 當然也有看到說十一點半的時候 二十三號的時候 軍事的粉磚 在東北海運發現解放軍的軍艦 疑似是電子偵察艦 在臺灣在南方澳 東方二十四里的 這個海面上進行北上的航行 所以這一次呢 因為終於展開了實彈的演習 因為在賴清德剛回來的那幾天 大家覺得說大陸的一些軍事演習 或者叫做演訓 似乎呢 規格沒有到前兩次的那麼強 因為畢竟呢 第一次裴洛西事件是直接六張圖 整個大範圍撲出來 讓大家視覺上比較震撼 加上後來被踢爆說 有導彈從空中飛過 或者有實彈演習 讓大家感覺比較不同 但這一次呢 到之前呢 還沒感覺到有所謂的實彈發射 所以似乎覺得大陸的動作 沒有那麼強烈 對臺灣人的影響沒有過去兩次那麼大 那麼現在呢 展開了實彈演習 但我認為更關鍵的說 如果說效果或者是 如果它的強度跟力道 即便在軍事層次上有其意義 但是在政治影響力上 它只要沒有比前兩次更加的過激 或者沒有比前兩次有更大明顯對臺灣人很直接的感受的話 那麼這趟作為對於臺灣民意的影響 我認為是為乎其為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人民分不清 就到底它的細緻差別何在 大家只會覺得好像前兩次動作比較大 或者呢 因為共機的次數實在太多了 大家也無從辨別到底哪一次比較強 哪一次比較弱 所以實際上只有什麼呢 是只有當這樣的軍事演習或實彈演習 是越來越強烈 比如說過去很明顯海峽中線沒有了 或者它有逼進到24海里 或者逼進到12海里的時候 給臺灣人民才會有比較大的衝擊 有所衝擊才有可能會影響到投票的決定 說真的有可能賴清德一執政 兩岸變戰場 所以就不要投給賴清德 但如果沒有還只是在純粹的共機 或者只是純粹的一些軍艦的穿梭 對人民起不到這個影響 那麼民進黨一樣就可以告訴大家 不用害怕賴清德執政也不會戰爭 或者說你看大陸也只是紫老虎 就沒有辦法對人民的投票 起到引導的效果 所以實際上這一次兩岸的緊張 對於人民投票的一些抉擇 我認為到目前來看 其實對民進黨還沒有辦法產生巨大的威脅 對 但是民進黨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說民進黨繼續執政的話 兩岸關係是不容怎麼樣 不容樂觀的 尤其是可以看到美國現在不斷地打抗中牌 所以民進黨也很開心 1450也很開心 打這個抗中牌 但是對臺灣真的是好的嗎 尤其你在塑造這個亡果乾 芒果乾 讓怎麼樣呢 賣武器賣得很好啊 譬如說八月二十三號的時候 美國政府又宣布了 紅外線搜索追蹤的夾倉 那大概是五億的美元 然後對臺軍售案進行 這個相關的程序 大概一個月之後會生效 那這個是針對什麼呢 針對是F16V他會用到的 但是我想問一下委員 F16V這個邱國正說二零二六年六十六架 才會有望全數交付 現在都還沒有 那所以你現在給這個 對 其實我想 就是說我們尤其我們在財政委員會的委員 其實都非常清楚 我們看到民進黨政府執政 常常會用零零種種的一個藉口 他去編預算 我們就用新竹這個棒球場來當成一個例子好了 我們講說是不是你預算編了 錢給了 你就能夠達到你的功效 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用這些的情形 你在講說我們的預算呢 是已經高達我們的GDP 致乎超過已經二點五左右了 對不對 我跟大家報告的就是說 你如果去看國外的這個相關的討論的時候 尤其在美方的這個學術單位 他討論的時候 他說二點五不算 單純的台灣的這個這個軍購的預算 沒有達到五Percent之前 他是應該要自己負責 他的理論就是說 像以色列 他的這個軍購的部分 他是他的軍備 國防的預算是高達五Percent 所以當你只有二點五Percent的情況之下 你還不夠 可是我們看到的情形是怎麼樣 我們即便我們的這個國防預算的 一而再 再而三的增加 他對於我們的一個備戰 備戰 對我們的備戰來講 或者對我們的備戰來講 他有沒有任何的幫助 沒有 他其實沒有任何幫助 並不是說你預算編了 你就達到你防衛的目的 更和我們看到的 實際上的情形 就現有的部分來講 不要講新的 現有的部分 我們的預算支出了 支出之後呢 有沒有交貨 沒有 而且還理直氣壯 我在立法院問這個邱國正的時候 邱國正還理直氣壯的講說 這個我說 那你有沒有損害賠償條款 他說沒有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國對國的 所以大家才在講說 既然你知道你錢給了之後 軍備不會出來 難道你不應該做的是 用信用狀或者其他的方式 不是實際上面把錢支出嗎 所以我們看到民黨政府的執政 是不是真的把為了做我們的這個備戰 再準備的答案其實很明確 沒有 所以今天只是在找理由 找藉口 然後編預算舉債 花我們子孫的錢 這個是最要不得的 對啊 這都是明知明高 重點是 委員講到一個重點 我們花錢 但是這個武器都沒有到 然後這個美國又不負任何的責任 所以這對臺灣好嗎 那重點是兩岸真的要避戰 因為我們再怎麼樣加強我們的軍備 跟重道的國力還是差很多 所以老師你怎麼看 因為你看說什麼要給這個F16V 提升他的一些作戰能力等等 光電裝置 但是F16V光他這個F16V都沒到貨 沒有陳述到貨 這個戰爭無絕對 除了死亡跟破碎 死亡就是人死掉 破碎就是家園破碎跟人心破碎 所以戰爭會有世仇 為什麼 一旦破碎跟家園跟人心以後 數代之間都還是會有爭執 所以盡量不要有戰爭 那問題是你要避戰 現在民進黨的方式就是準備金錢 準備金錢 戰備整備 把預算現在加到六零六八億 就是六千多億新台幣的預算 那民進黨的黨團 今天開記者會說 你看戰爭不是用嘴巴說的 錯了 戰爭當然是用嘴巴說的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美國的國會三報 他寫的Kill 特別準備了 拜登的烏克蘭戰略 正在失敗當中 他提到兩個部分 第一 拜登在戰略上使用武器 所以他六月初號稱反攻 其實在前面的幾週就花掉百分之二十 整個新的武器 所以後來沒武器了 怎麼辦 就給急速彈 急速彈不符合人道精神 大家用了 第二個是國會三商說只有對話 只有對話跟外交 才能解決戰爭 對話跟外交 這裡面所提的非常清楚 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我們如果只是在整個軍事上 把國防的預算增加 就是說我們有足夠的戰備能力的話 那你對照一下大陸的二零二三年 國防預算是六點八六兆新台幣 超過台灣的十一倍 去年是十七倍 光就量題來說十倍之多 你要怎麼比呢 另外就是民進黨委員跟民進黨黨團說 這個錢花大去了 那當然就表示我們夠強 這個很像我在學校教書 很像學生說補習費交很多了 我的功課自然會好 你的功課不會好 除非你的精神戰力夠 那問題是我們現在為何而戰 為誰而戰 所以我才會說 現在如果連烏克蘭都有所謂 烏克蘭疲倦症 全世界就Ukraine fatigue 烏克蘭疲憊症 連西方世界都開始對戰爭感到厭倦了 那現在我們的國防預算增加了一倍 是怎樣 是打算準備要戰爭了是不是 難怪今天的軍工概念股開銷紅了 那另外有批人要炒股 是這樣子嗎 你買武器買的再多 你跟大陸比較起來 差十一倍之多 那不論是軍隊 軍隊我們現在帳面上看起來 十六萬八千多人 也許還有更多 但是帳面上看起來是這樣的 大陸兩百多萬 對 你是夜問嗎 一個打十個還是打一個打二十個 我當然不是掌他人之氣 滅自己威風 這實力的問題 而是說除了這個以外 這裡如果連美國的國會三報 美國國會都告訴你 只有only dialogue and diplomacy 只有對話跟外交才能解決戰爭問題 也就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我們現在七分政治完全因為抗中保台獨 所以通通放棄的 那你現在要兩邊要做軍事競備 軍事競賽 他有六點八六兆 我們只有六零八多少的預算 差十幾倍之多 你要把台灣全部賠上去嗎 所以何況剛剛漢廷講得很清楚 其實沒那麼悲觀 FV16到二零二四年的第三期 有兩架回來 兩架 為什麼 因為美國美國國會跟拜登 開除了要求軍火商 開除洛克希德兩位高隊主管 說因為都是門 當然接下來向上人頭用 開除了兩個人說 二零二四年第三季先交兩架 招生目次 二零二六年底 六十六再通給你 那問題是 如果二零二四年第三季 才會來兩架 那你這些東西來的意義在哪裡 沒有那麼意義嘛 沒有意義 你的5G設備都沒有 你告訴我我是超光速的 那又怎麼樣 沒有用 英雄無用之地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自欺欺人做法 美國是回到國會三報的這個重點 就是只有對話跟外交才能解決問題 如果兩岸之間真的發生了戰爭 戰爭物絕對除了死亡 跟心碎和破碎 其實兩岸同文同總是真的沒有 必須要打到冰火相容的這一步 尤其剛剛老師特別講了 為誰而戰 你是為台獨而戰嗎 為台獨而戰的話 美國可能也不會答應 所以你可以看到 漢廷現在我們好像怎麼樣 有很多的軍備又怎麼樣 跟中國大陸又不同的量級 所以你可以看到二十四號 行政院通過了一一三年度的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國防總預算 說六千零六十八億 這個比今年又增加兩百六十五億 多了這一些 那又怎麼樣跟中國大陸比還是差很多 說佔了GDP二點五創下新高 然後國防部副部長就說 明年軍售的這個款付款 是高峰期 羅志強就說了 二零一六三千五百九十六億 二零一四年變六零六八億 真的是台灣變強了 真的有變強嗎 第一個 目前民進黨都是告訴大家 所謂的備戰才能夠聚戰 就多買一些武器 就能夠更加和平 但如果我們從數據上來看 二零一六到現在為止 我們的國防預算節節高漲 但請問到底兩岸是更和平還是更危險 更危險 台灣到底是越安全還是越發的兵兇戰危 相信答案是後者 所以很清楚了 花再多的錢 但是兩岸關係越來越緊張 因此根本知道 並不在於錢的多寡 也不在於你武器的多與少 關鍵是什麼 是政治上的談判 你如果要說備戰就能避戰 那烏克蘭所花的軍員難道還少嗎 烏克蘭的過去也準備了很多 那有阻止戰爭的發生嗎 沒有 最終引起戰爭是因為烏克蘭要加入北約 所以政治談判以及不加入北約 才能夠避戰 政治談判才能避戰 而不是單純的只有武器的增加 並不是說武器不重要 而是除了武器之外 有別的東西更重要 第二個我們的國防副部長 也說出了大實話 他說明年才會是這個付款的高峰期 啥意思 就是債留子孫的意思 對吧 明年才是付款的高峰期 後年還要繼續付 大後年還要繼續付 而且這些機械設備 包含他的維修費 以及他的更新費 那個都已經是計畫到十年以內 十年的事情 那你說蔡英文要不要負責呢 就如同他的留下來給李遠哲的經典名言 我已經下台了 那個就是不關我的事情 所以最痛恨的就是兩個 第一個花大錢 但是又換不來和平 第二個花大錢實際上是什麼 蔡英文又不負任何的責任 反而把這一些債呢 都不僅是債留子孫 甚至到債留玄孫的地步 對啊 債留子孫 那對於台灣未來的發展 又能夠花多少錢 在民生議題上 大家都知道 這個不管誰執政 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嘛 尤其是來看到 你在這個預算 你看多了這麼多 2016 三千五百九十六億 跟2024年六千多億 你真的變多 但台灣並沒有變得更安全 所以國民黨立委張啟成就說 台灣整體的國防存在太多問題了 人民會質疑 國防問題是不是靠大撒幣 靠預算增加就能解決的嗎 另外來看到 可能不是花錢就能夠成功的吧 網友也說 老美啊 搖錢樹就是台灣了吧 錢花的有夠多 是變強了嗎 這什麼邏輯啊 民進黨是被美國當凱子了吧 還有人說 民進黨再加油 負債再負債 快點掏空台灣錢 委員 對這就是我剛剛前面提到的嘛 就是找藉口編預算 你會看到就是說 在這個民進黨執政的這個七年多的時間 他竟然已經編了十三項的特別預算 而且這個金額呢 是龐大到令人難以這個想像的一個情形 在過往呢 我們知道就是說 大家會批評說 你的這個應該要有財政紀律 對不對 那你的財政紀律就是說 你自己的這個債 舉債的部分 你要有一個限度 上限 對 可是現在民進黨 當他受到這樣的批評的時候 他出來講的是說 我們還在這個舉債的上限之內 我們還有一些的這個 所以我們並沒有這個債留子孫 甚至債留生孫的情形 但是我要跟大家報告說 大家如果仔細去看這個國會頻道的時候 你會發現當我們委員 就是說不管是這個綠營的也好 或者是藍營的 債也債執政的都一樣 我們要求就是說 你應該現有的這些的這個稅機剩餘 就是說你每一年有剩下的錢 為什麼呢 我跟大家報告 年年操徵 稅收年年操徵 這些錢呢 你應該先去還債 但他不要喔 他不要喔 民進黨政府不要 他自己還撒給我們啊 對 他要把這個 他要把這個 因為要選舉到了 對 他要有一個小金庫存在 所以他要為所欲為 他要自己去分配自己去用 好 我們看到 我們剛剛前面還特別提到 現在的金額已經高達了 我們GDP的二點五Percent 對不對 在他們美國人的這個 這個心裡面呢 二點五Percent對他們的不算什麼 不夠 不夠啊 再多一點 對 你要到五Percent 這個是有實際上面的情形 為什麼他就用以色列來當例子 但是我們講以台灣的情形來講 就算我們今天從二點五Percent到五Percent 我們有沒有辦法達到我們 這個能夠對抗的一個情形 沒有辦法嘛 因為剛剛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因為這個整個的國防軍備的對比 更何況最重要的其實是什麼 你就算買了 就算貨交了 但是你會用嗎 不會耶 大家去看在民進黨執政這幾年 這個幾乎是每一年 每一年會有兩次 至少兩次的這些的 突裁的事件產生 所以你會看到像這個東西 就算他的F16來好了 那你不會操作 你有沒有這樣的人操作 你也沒有 以現在我們這個義務役 還有其他的我們講說 這個募兵制的這個情況來看的話 我們的人員 你就算要使用這些最新的戰備的部分 你也要受訓 你來得及在這麼短的一個時間之內 就算他交貨了 你會用 而且是非常熟練的用 然後是可以達到你這個 這個備戰的這個目的嗎 我覺得這些全部都是大問號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花錢 它並不是解決問題的一個方式 真正的備戰 應該像剛才其他來賓所提到的說 你要有對話 然後你要有協商 要談判 要有溝通 然後你要避免有誤判的情形產生 可是現在兩岸之間是幾乎是冰凍的 我們再看到最近的 不管是這個芒果也好 或者其他的農產品的部分 甚至於我們講說 最離譜的東西 是ECFA的這個部分 對於兩千多項的部分 要進調查 對 要調查對不對 好 人家走的是WTO的Rule 人家走的是國際上面的遊戲規則 我們的行政官員完全不懂這個WTO的規範 也完全不按照你簽訂的 這個ECFA的內容去做 然後你只有憑空想像說 我就是待在這裡 你拿我怎麼樣 然後只要我能夠提出來抗中保台 我的選舉我就一定贏 我一定贏之後 台灣就在我的掌控當中 我就讓美方他可以時時刻刻 他可以打出這個台灣牌出來 然後作為這個美中對抗的一個主要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牌 那這個對我們台灣來講 有什麼樣的好處 沒有嘛 他的好處其實是零嘛 不僅僅是對我們自己而已 對我們的子孫來講 他也是一樣的 對 當初的時候ECFA 中國大陸讓利給你 結果搞了半天 現在一一的可以把它收回來的話 那你要說要告WTO 你也告不成 所以陳吉仲長了半天 也沒有去告WTO 因為你自己站不住腳 江老師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台灣變成了這個西方的提款機 尤其有很多官員來 或者是學者來 也許都有一些還不錯的 會怎樣 可能有一些油水 大家引發討論 廣告回來 請江老師好好分析一下 蔡英文總統今天接見了華府智庫 大西洋理事會 跨大西洋高階的訪問團 說什麼感謝訪問團 用實際行動展現對台灣的支持 說經貿投資合作 供應鏈的韌性等等的 台灣外交能見度真的比較好嗎 台灣能見度最高當然是台積電 就不用講 全世界都知道 那個叫真正的硬實力 那台灣當然有軟實力 也包括我們的文化 人文等等這些是軟實力 問題是政治正確不能稱為實力 蔡英文在做的是 當然是這種所謂的政治正確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當我們的國防預算 從3596億增到6068億的時候 你知道你口袋少了多少錢嗎 在疫情期間你能領到六千塊沒有 很高興對不對 你知道從3596億增加到6068 如果把這個增加的錢 拿來發給全民的話 我們一個人可以領到一萬三千五百塊 換句話說這次買的武器也是從我們身上 每一個人拿到一萬三千多塊 拿去給美國 那問題台灣有變得更安全嗎 沒有 那現在是蔡英文接見華府智庫 大西洋理事會跨大西洋高階訪問團 裡面人當然很多包括立臺灣總統 然後其他一堆航不浪噹的 坦白說這個我們見識有限 這樣的見面當然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但是他來的目的是什麼 也就是說如果對於台灣真正能見度 或者對台灣的像21世紀的貿易 台美倡議貿易 市場準入 關稅減免能夠很具體的來幫我們忙的話 這是幫台灣的忙 或者你們來只是花時間去接待他們而已 蔡英文與其花時間去接待他們 不如去看看台灣各個角落 還有更多 事實上苦人多 很多窮人去照顧 那更需要吧 我剛剛講過說 你與其把三千五百九十六億 增加到六千零六十八億 去買這些還遠在天邊彩虹 摸不到的武器 你不如發現給我們 我還是說一聲謝謝 對不對 發六千塊的時候 everybody is happy right 那現在在花一萬三千五百塊的時候 大家都更高興 全世界大家都缺錢 不論誰都缺錢 所以你與其把錢讓美國去做這種 所謂的政治上操作 不如發給全民普發現金 大家都更感謝你 另外就是對兩個人問題 我覺得我還是蠻悲觀的 因為目前看起來 如果國民黨的委員們 李貴明是例外了 就你看所有的在立法院 國民黨委員 對於民進黨所提出的法案 幾乎毫無招架能力 打幣也打得有氣無力 所以讓人民沒有選擇 一個耍壞 一個耍懶 耍笨 那怎麼辦呢 如果有替代的對象說 選這個比那個好 那個貪污案件這麼多 把整個台灣港的烏煙瘴氣 兩岸冰霜圍 那換 那個理由動氣就很強 現在沒有嘛 看不到換的理由 那這種情況之下怎麼辦 我們在做那份評論 其實都不如立法院有沒有公訪 因為立法院有言論免責權 還有這個手中有鎖的預算 還可以去揭壁 把國防有沒有些弊端找出來 我們看到包括江喜人在內 對民進黨所提出的軍購案 沒人敢擋 一路一馬平穿 這種情況之下 你說我們只是在這邊 火車它有任何作用嗎 一點作用都沒有 對 所以呢 要讓執政的時候 要讓人民有感 我想先問他的委員 因為呢 民進黨很會搞這個 所謂的話術嘛 以前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這個外交修兵說外交修客 ECFA說紅水猛獸 然後自己執政的時候 就說我蓋瓜成獸 我們只有這個 我們只有拿到這個好處 而沒有拿到毒藥 都會這樣講 然後但是你可以看到 那你對台灣來講 真的有比較好嗎 第一個你找那麼多國際有人 但是方交一直短 然後現在又不只是這個大西洋理事會 跨大西洋高階團 還有那個瑞典國會工業 暨貿易委員會 這個主席來台灣 什麼跨黨派等等 然後台灣外交部就說 這是今年第三個來台灣的瑞典國會訪問團 展現瑞典國會對台灣強大支持 強大支持沒有錯 支持你沒有錯 但是台灣如果斷交邦交都沒了 或者是說台灣被武統了等等 他們還會怎麼支持 他們要怎麼支持 對其實大家可以從實際上面來看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我們的外交斷了多少國 這大家可以看到了 所以金錢外交它有沒有任何的作用 它是沒有作用的 它對於它不但我們有這個費用的支出之外 它對於國家是沒有任何的好處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要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其實歡迎這個各國的這個友人 能夠來台灣訪問 但是這個不應該是就是說 好像都是我們買單 我覺得這個就不對 就並不是真正的 就像我們出訪的時候 也不是這個對方的這個出訪 受訪國的買單嘛 所以這一點上面來講 我覺得也是一樣 它同樣的凸顯一個金錢外交 可是最嚴重的一件事情是在哪裡 我們看到的就是說 外交部常常拿國人 尤其是民間企業來消費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講說立陶宛 那個時候不是講說 因為這個台積電在日本 然後在美國 然後甚至在德國前一陣子 不是這個設廠的部分已經確定了嗎 那其他的國家 他也湧進 就包括立陶宛的部分 他也覺得就是說 他也要發展半導體 然後臺灣他就怎麼樣做 這外交部牽線之後 然後就說這工研院 他要把這個半導體的相關的技術 要給立陶宛 所以你會看到零零種種的東西 他是拿金錢外交之餘 他在消費我們的國內的一個產業 本來矽盾 他是來保護我們這個國家的 結果你現在是讓臺灣缺水缺電缺工缺投資 讓臺灣的這個基礎的建設 他沒有辦法讓台積電 我們這些的矽盾 這些半導體產業 他能夠繼續在臺灣 所以他只能夠外移 再加上你不僅僅是這樣做 你還加速 你還甚至把我們工研院 零零種種的做法上面來講 我們都難怪民間就懷疑說 這民黨政府你到底是這個中華民國的這個行政團隊 還是是外國的這個附庸 如果你是外國的附庸的話 那你好歹也應該在你的你的附庸國 你還應該要對你有所的這個財務的資源 也沒有啊 也沒看到任何的稅收的資源 補助款也通通都沒有 反而是一再的這個汲取這些的這個臺灣的資源 那我要提到臺美二十一季四季創意 是我感到最悲哀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那時候講說 他在美國都需要經過國會 記不記得大家那時候 我們在問外交部的時候 他非常堅持 吳釗燮講說不需要 為什麼呢 他說他是一個協定 然後我問他說 為什麼他是一個協定 他說因為美國說的 他說因為美國說 他是協定 所以就是協定 他說那好了 按照條約定約法的這個規定的話 協定他不需要經過國會 他只要經過被查 然後我們在強烈的反彈之後呢 認為這個 遷害到這個國家 國人的權利之後呢 好他進了這個立法院 大家知道嗎 他只有一個半天的時間 他就出委員會 因為民進黨在國會裡面呢 他是多數 所以呢他當天 他實際上面做了假動 所以在民黨委員的護航之下呢 他就立即的出委員會 所以我們看到的說 當這些的立法委員 這些的民意代表呢 不能夠 不能夠就是說展現 他對民意的這個負擔 那我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讓一個不是把國家利益 把人民的安全跟利益 放在前面的這個政黨呢 當成一個執政黨的話 那我們的國家 還有什麼樣的未來 所以呢不管怎麼樣講 不管這個民眾 對於我們的候選人 有什麼樣的一個建議 我在這個時間還是要提醒大家 政黨輪替是唯一能夠讓台灣 能夠有重申機會的 唯一的一條途徑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俊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俊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俊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俊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 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梅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